各位好 我是台湾汉高业务代表吴念仙 今天这个专题是要跟各位介绍 螺丝固定胶的螺丝松脱扭矩的量测 那么我们长久以来使用螺丝固定胶的朋友们 你们都了解如何从技术规范上读到螺酸 使用螺丝胶它具有多少的锁固强度 但是今天我要给各位一个数据 是你们在技术规范上所看不到的数据 但是跟各位的生染线息息相关 这个数据我要跟各位说明的就是说 我们通常在量测技术规范上的松脱扭矩 或者我们讲说螺丝胶的固定强度的时候 我们所使用的螺酸在实验室 都会经过标准化的处理清洁 然后去量测这个胶水真正的一个附着力 可是在生染线上各位所使用的这些螺酸 不见得跟实验室是一样 就像我手上所拿的这么一个高张力的一个 经过热处理过的一个螺酸 使用在工具机以及各种大型机具的这个组装 以及设计上面 那么同时这些螺酸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我给各位做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示范 各位请看 我拿这个纸巾在这个螺酸上面 我轻轻做一个擦拭 这纸巾当然是白色的 我们擦拭看看 当然所有的朋友都会告诉我 当然你这样擦担会有油污在上面 笔机确确有油污在上面 各位请看这个油污 这个油污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螺酸在螺纹的生产 不管是螺酸或者螺帽 在生产不管在冷断或者是在切削的过程当中 都会有油类的残油 那么对于一些需要比较高的机械性能的螺酸 我们甚至还要做热处理 热处理之后的这些油脆的过程当中 都会有残油留在这个螺酸上 但是在生产线上 要生产线去一个一个螺酸去做清洁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生产线的螺酸 都一定需要不断地去加速这个生产 你没有办法停下来去做螺酸的一个 清理的一个动作 清洁往往变不可行 因此我们的螺丝固定胶 也就是说在这种有油的表面残留上面 它的性能是不是跟我们的技术规范上一样 今天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验证 各位请看在我的桌面上面 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三种不同的样品 我们编号为1号 2号以及3号的样品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这个螺酸 这个螺酸事实上已经我们组装已经经过72小时的时间 让这个胶水跟这个螺酸跟螺帽 M字螺帽做一个固定 但是各位请看 我们今天这个螺酸是一个镀星的螺酸 但是我们为了寻求这个实验的一个一致的标准化 因此我们在这个螺酸 在这一行里面我们做了一组的螺酸 是经过表面把油膜把它能够附着上去 去模拟生染线上 我们拿到真正的供应商给我们的螺酸 另外一个螺酸我们称为无油膜的残留 这是我们一般实验室数据做给我们客户 这个技术规范上的一个送托扭矩 不只是汉高这么做 所有的供应商都做同样的事情 拿标准没有油的螺酸 去产生这个技术规范上的这一个数据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很简单的量测 看看这个送托扭矩到底有多大 首先我们在开始测试 我们会把这个经过胶水固定的螺帽 我们放在这个虎前上面 然后我用我手上的这个扭力扳手 我们去量测它的这个送托扭矩 好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测试 首先第一个测试的这个样品是从 第一号样品的这个表面有油膜残留的这个组装上面 我们来量测它的松脱扭矩 松脱扭矩量测呢 我会量它第一次直接被松开之后的 这个最大扭力值 好 我们直接开始 OK 归零 好 二点五 我们再接着进行第二号样品的这个螺栓 第二号样品螺栓 这也是一样 我们先开始测这个有油表面 有油表面的 归零 我已经转了180度 但是我量不到扭矩 零 也就是没有强度 第三号样件 第三号样件 扭力搬手归零 扭力搬手归零 我已经转了360度 但是呢 我量测不到数据 好 我们就量了一号二号三号样件的 表面有残留油膜的这个松脱强度 我们继续进行这个干净的螺丝 所谓干净螺丝就是我们把油膜清洗干净 然后再上浇去量测它这个浇水的这个 锁固强度 我们一样从一号样件开始 归零 归零 好 读书出来了 7.6 那我们看二号样件 人力搬手归零 相当强 相当强 好啦 各位 25.7 三号样件 三号样件 我应该讲是第三个样品的这个干净螺酸 一样我们归零 两侧 OK 好 读书出来了 5.7 各位 我们在刚刚的过程当中 已经完成了六个数据的量测 那么针对三种不同的选择的样品 一个是有油跟没有油的这个残留 那么以下呢 我来跟各位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测试的结果 我们如何去解读这个 有油跟没有油的这个螺酸锁固力的一个差距 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画面上面 所产生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样品 1 2 3 这个三个样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没有油的残留 就是我们实验室产生的数据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数据最好的是什么 第二号的样品 第二号的样品标榜是 它提供这个非常高的一个螺酸锁固力 它的锁固强度可以高达25个牛顿米 那么最低的是第三号的这个事件 这个是5.7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不是说这二号就一定是最好的一个事件 因为通常在整个生产线上 往往客户要求它的这个锁固强度是有高有低 那其实二号的这个样品 它所标榜就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 锁固强度的一个螺丝固定胶 但是我刚才跟各位说明 如果在生产线上你使用的螺酸 它是因为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很有效的一些清洁 因为清洁制造会产生成本上的一些增加 那么因此呢 我们去用实际生产线的螺酸的模拟来看的时候 各位可以可以看到 表面有油膜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接触的强度呢 二号的样品跟三号样品全部为零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即使我转的差不多超过180度到360度 我几乎都量不到数据 因为基本上有油膜残留的时候 胶水没有办法发挥很好的一个锁固强度 那么只有一号的样品呢 它能够发展出2.5的这个牛顿米的强度 那这2.5牛顿米的强度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很有效的阻止这个 螺纹扣件的一个松脱的一个状况 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生产线 不需要去花费额外的这个成本的工序 去做螺纹或螺帽的一个清洗的工作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号样件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这个收看 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在留言板上留下 那我们会在统一的时间呢 逐一为各位做回复 谢谢大家